大国外交最前线 于4月18号至21号 对中国进行过程访问 那么经过了两国外交部门的商定的 今天的欢迎仪式 是在人民大会堂的北大厅来举行 我们看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 已经都列队完毕 刚才他们对于家中两国的国歌 还进行了练习 而在这一侧 我们的少年儿童们也手持鲜花 和中家两国的国旗列队迎候 那么在北大厅的欢迎仪式之后 两位元首将会在我身旁的东大厅举行会谈 家鹏位于非洲中部西海岸 横跨赤道县 很多朋友可能对于这个国家并不是太熟悉 那么今天在东大厅 我们看到中家两国的国旗并肩而立 那么我们就从家鹏的国旗来说起 家鹏的国旗上有三种颜色 绿 黄 蓝 是其自然资源的一个代表 我们先说绿色 绿色象征着森林 家鹏又被称为是森林之国 绿金之国 森林覆盖率达到了85% 圆木的储量也占到了非洲的前三位 那么黄色除了代表阳光之外 还代表当地丰富的矿产资源 蓝色当然是海洋了 家鹏和中国虽然相距万水千山 但是两国间的情谊也是远远流长 自1974年 中家两国老一辈领导人 做出了建立大使及外交关系的决定 那么对于家鹏来说 做出这个建交决定 就是由现任总统邦哥的父亲 时任家鹏总统奥马尔邦哥来推动的 可以说中家有意是肩如磐石 中家关系历久弥新 2016年的12月习近平主席和邦哥总统 共同宣布将中家关系 提升为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可以说对于两国关系的发展 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 那么新阶段有哪些新动力呢 我想这第一个动力 就是两国间的经贸合作 中家两国经贸的互补性是非常强的 中国已经连续9年 成为家鹏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就在2022年 两国的贸易额已经达到了 45.5亿美元 同比增长50%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的动力呢 就是双方的战略对接 我们看到近些年来 家鹏一直把中国 视为其优先战略合作伙伴 而中国呢 也一直在大力支持 家鹏政府所提出的 新兴家鹏发展战略 以及加速转型计划等等 可以说是在以实实在在的行动 来助力家鹏的工业化进程 和多元化的发展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的动力呢 就是存在于两国间的这种友好的 民间交往基础 我们知道自1977年开始啊 中国向家鹏呢 派出了24批医疗队 同时我也知道 在我们国内热播的一些影视剧 比如说像山海琴 在家鹏也非常受到欢迎 可以说呢 这些都拉紧了两国间相知相亲的民意基础 如果有去过家鹏首都利波威尔的朋友啊 一定会对当地的一些标志性的建筑留有印象 比如说他的参议院大厦 国民议会大厦 广电大楼 还有体育场等等 这些呢 都是由中国来源建的 就像是家鹏的促进投资部部长姆巴丁 接受媒体记者采访的时候说过 他说在家鹏啊 很多的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都离不开中国的支持 中国企业投资效率高 而且汇集民生令人称赞 中家的传统友好呢 更像是中非友好合作的一个缩影 十年前2013年3月 习近平主席就任国家主席之后 不久便出访非洲 在那次出访当中啊 习近平主席面对世界 首次提出了真实侵诚的 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毅力观 到现在已经整整十年的时间了 而家鹏总统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的时候呢 也特别谈到 他说中国和非洲的合作 是基于友谊 基于双赢 所以呢 这次两国元首的会晤 相信不仅是关系到了 中家两国关系未来的发展 同时也关乎中国和非洲的整体关系 明天也就是4月20号 是中家两国建交49周年的纪念日 那么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来访华 相信两国元首的这次会晤 将会进一步深化 中家两国关系的发展 推动两国的合作 迈上更高台阶 大国外交最先线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一下楠 ые关系 rot